历经两年的建造,南加州的城县艺术博物馆 从新港滩正式搬到科斯塔梅沙市的 塞格斯特罗姆艺术中心 博物馆又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梅恩设计 将从10月8号起正式对外开放 馆内还有纪念品店、咖啡馆以及屋顶露台 供游客度过休闲时光 城县艺术博物馆于1962年 在新港滩由13位女性创立 官方表示,之后博物馆还将给演出、电影放映 工作坊等许多社区活动提供平台 未来10年内,民众都可以免费入内参观 新唐人电视台洛杉矶记者站采访报道